同志们,大家好 比特币已经进入了快速上涨的通道 香港3.0的大会 也是无期的去举行了 昨天的话,孙哥 包括宝货爷都出席了这场活动 都是线上进行见面的 包括币安的一个照常朋友 他是通过视频的一个联动 去互动对整个香港这边大会的一个支持 每年每次开这个大会的时候 都是一种割韭菜的一个人聚集 是吧 这是很多年的一个币圈的一个历史 每次聚集的话都会产生很多的一个新的项目 包括一些资金盘各种的一个项目 其实都非常多 都是讨论怎么去割韭菜 这里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么就是昨天的话 孙哥这边的话是有人要去打这个孙宇成 然后得到这个8万U 是吧 但是上面的门是没有去下手 反而是和他合影了 和孙宇成合影了 是吧 当时也是拍到了这个相片 是吧 那 这个大会的话 还在持续当中 预计要开几天的一个时间 那整体的一个比特币价格 在开会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波动 其实的话 这两天的话 大家可以很明显去看到 比特币在这一波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话 它是开会啊 反而出现一个上涨 往年的话 开会的话 都是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啊 这次开会不一样 直接去上涨了 是吧 而且它有效去打破了一个3万美金 上方的一个压制的一个位置啊 而且上方这一片的一个套牢盘的话 有部分的话 现在已经被解套了 这一片 这片在3万美金这一片的一个套牢盘 这一片 已经有部分的人是被 解套了 你看它这个压制 其实是很明显的 而且的话 它如旦去突破这个3万2000美金的话 这一片的套牢盘是完全是解套了 所以它之前为什么在这个位置震荡有一段时间 这是有原因的是吧 那接下来的话 比特币价格 它应该会向上突破3万2000多美金这个水平啊 甚至是达到这个4万美金啊 这一波这个小牛啊 那我们这里提前去预警一下啊 它应该会到达这片的一个区域 而且的话 这片 这片空间的话 它会持续在这个高位进行一个震荡啊 它拉到上方的位置啊 这位置震荡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拉到上方的位置 这一片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区间是一个高屏啊 高 背的一个这位置震荡的一个空间啊 这一片的话 它属于一个高位震荡啊 所以说 这高位震荡过程当中的话 肯定有很多的一个抛盘是吧 之前我们也说过了是吧 一旦它出现一个阳线 这个位置的话 很快会被修复 形成一个穿插进行上涨 那确实现在的话 已经实现这种情况啊 从这个灵轴下方的话 实现穿插上这个灵轴上方啊 经常一个 金叉的一个情况啊 这是上个上几期视频我说过啊 是吧 一旦它穿那个位置 一根阳线就可以解决啊 这个位置啊 马上这个形态马上变了 是吧 你看是吧 这个形态马上变了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一个 你不要看现在的旁边是夏天 你看之前在这个位置 我有跟大家说吗 它穿灵轴啊 不一定是下跌是吧 穿灵轴不一定是下跌 而且有可能是上涨是吧 它随时一根阳线之后啊 这个位置马上被修复啊 又穿灵轴线上涨了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啊 你不要看它动能不足啊 其实它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在酝酿当中啊 这是一个情况啊 就是说我们啊 做了那么多的一个交易的话 就容易看得出来啊 这种的行情的话 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以及在我们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话 它随时会出现差一根之后啊 快速去反弹啊 这个的话 有点像这种是吧 抱那些啊 督头啊 想抱那些督头 你看 这是位置啊 你看 它日线级别的话 忽然差一根上来 然后快速进行反弹 但是它这个位置好像 比如说它这个位置 就差一根上来 到下方的位置啊 然后就快速进行在这个位置 又趴了一山 马上又反弹上去 马上这一片区域啊 你刚才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这片区域马上被修复啊 所以说相当于没有下跌 这就是想要抱一些多头啊 让那么多人啊 让大部分人先抱叉 先再继续向上涨 这个时候啊 就是典型的去消化一些的一个 压力啊 消除一些上涨的压力是吧 因为车太重了啊 是吧 又消除一部分的一个车啊 然后再去上涨啊 这是一个情况 这是典型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法啊 那我们再来看到啊 最近的话啊 整体的一个价格的话啊 是出现了不错的一个上涨啊 包括啊 整个币价啊 都是出现了一个 不错的一个上涨的行情啊 包括我们前一把的一个币种啊 都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 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贪婪指数是占65啊 表现一般啊 说明这个行情的话还是没有涨完了 预计的话还是要继续向上涨了 那么新闻面的话 这边的话 主要是3.0啊 这边的一个微博3.0的一个情况啊 是吧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现在的话还是要继续去关注比特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移动啊 因为的话我们现在的话 它正在站在3万美金的附近震荡啊 那很快 它会迎来一个20%左右的一个反弹 一下子到3万6啊 这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啊 它不会一下子到一个3万3啊 它一下子可能到3万6啊 上涨个20%左右的一个水平啊 说大家 一定要就注意啊 手里面的一个空头 如果你手里面有空头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风险 因为这一浪走出来 你看 从1月 1月8号啊 到上方的一个1月10号 走了10天的时间啊 这个位置从3月11啊 走到上方的一个3月16啊 是吧 走了有5天的时间 那么现在的话 从这个4月10号啊 走到 现在的话 才第一天啊 才第一天啊 从4月10号开始上涨 到现在的话 才一个两天的时间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 还有五六天的时间 它会继续啊 它有可能一天之内啊 去上涨 20%啊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现在的话 我建议大家的话 如果你去做空的话 还是注意一个风险 当然我也不是说 它没有去下跌的可能性啊 但是这种可能性啊 微乎即微啊 所以说我们只做 大概率的事情是吧 大概率能赚钱 我们就去赚钱是吧 大概率亏钱的话 我们就不去做啊 就那么简单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啊 那今天的一个分享的内容呢 先分享到这里啊 大家没点关注 点关注 点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大家朋友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